本讲介绍微逻辑指令的应用 打开随速光盘中的历程微逻辑指令应用 将程序下载到仿真P2C 启动程序状态监控 打开仿真P2C 切换到项目视图 中间有Load的除点 是RL-OR取返除点 用它来转换能流输入的逻辑状态 现在没有能流流入RL-OR取返除点 该除点输出端有能流流出 用仿真软件将i0.2指为1 Load除点有能流流入 但是因为它把输入端的RL-OR取返 所以它输出端的RL-OR为0 没有能流 从Lout除点流出 线圈将输入的RL-OR的信号状态 写入指定的地址 扣0.3的线圈通电的时候 将RL-OR的状态1 写入扣0.3 现在扣0.3的线圈断电 将这一点的RL-OR的状态0 写入扣0.3 取返输出线圈 中间有一个斜杠 如果有能流流过M4.1的取返线圈 M4.1的输出位为0状态 它的常开除点断开 而现在没有能流流过M4.1的取返线圈 所以它的输出位为1状态 M4.1的常开除点B后 只为输出指令 S将指定的地址为指位 也就是变为1状态 并保持该状态 辅为输出指令 R将指定的地址为辅为 也就是变为0状态 并保持该状态 只为辅为输出指令 最主要的特点是有记忆和保持功能 现在我们令I0.4的常开除点B后 扣0.5被指位变为1状态 这是扣0.5 再令I0.4的常开除点断开 扣0.5仍然保持为1状态 我们再令I0.5为1状态 扣0.5被辅为为0状态 再令I0.5的常开除点断开 扣0.5仍然保持0状态不变 在程序状态中 在程序状态中 用扣0.5 它的S和R线圈 间断的蓝色圆弧 和蓝色的字母 来表示扣0.5为0状态 将扣0.5指位以后 扣0.5为1状态 SR方框是指位辅为处发器 它的特点是辅为优先 而S方框是辅为指位处发器 指位优先 当它们的S和R输入信号均为0的时候 它们的输出不变 S为0 R为1的时候 输出被辅为 S为1 R为0的时候 输出被指位 它们的区别 在于它们的指位和辅位输入 均为1的时候 它们的输出 刚好是相反的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为了修改 仿真软件中 MB7的值 需要单击这个按钮 启用非输入修改功能 现在同时令 M7.0和M7.1 为1状态 SR方框 它的输出位 M7.2和 扣输出 M7.3 均为0状态 因为是先指位 后指位 因为是先指位 所以辅为优先 输出被辅为了 再定 RS处罚器的 辅为和指位输入端 M7.4和M7.5 均为1状态 因为是先辅位 后指位 所以指位优先 它的输出位 M7.6和扣输出 M7.7 军委1状态 M7.6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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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7.7